起碼颱風來勢洶洶 台北果菜批發市場 今天整體的蔬菜批發價格 受到影響也上漲了 颱風來襲前 就怕葉菜類含漲 有民眾早一步先來搶菜 就怕颱風來就很麻煩 就跑來看看有什麼菜這樣 看一下我們的蔬果 可以存放的 說真的颱風大家也是會怕的 雖然到貨量還算充足 但受到颱風預期心理影響 根據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資料 葉菜類像是青江菜 從每公斤17元漲到27元 枯辛菜也從每公斤的23塊 漲到34元 青蔥也漲到每公斤128元 看到這價格讓不少民眾 邊挑邊皺起眉頭 市場的話大概20塊 20塊 它現在29塊 這半會出現搶水潮 因此在賣場這邊 也準備了比平常多一層的瓶裝水 要保持架上護原充足 不過還是可以發現到 其實這個瓶裝水的銷量 還是相當不錯 有部分貨價 沒剩幾瓶水 不少民眾經過都會拿個幾瓶 來到泡麵區 也是颱風來襲的必備品 能囤多少是多少 剛好就是颱風 還有那個中原節的東西 就一起買 多增加一些蔬果的一些量 因為現在剛好也屬於中原檔期 所以民眾他也會再購買 像是泡麵 他們也比平常增加了 大概兩到三成的一個補貨量 那預計像整體的業績 也會成長大概三成左右 颱風搭上中原節買戲 放眼望去推車裡都堆滿各種食物 就怕颱風侵襲會受到影響 民眾趁著空檔出門屯樑 大麥廠也早一步補足貨源 提前迎應颱風的到來 記者會請劉衛成 特別報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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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